经典剧是一直在被人翻拍,但是翻拍出来的效果又不好,是遭人狂吐槽的。 比如今年翻拍的《流星花园》,这部剧是被人吐槽的不行,但有四部经典剧之间是无人敢翻拍一。 《雪花女神龙》是游游董璇、孙又薇、乔真余等人主演,讲述的是江湖女侠上官,为寻找自己的母亲踏上了一条前途背部的凶险历程。 这部剧要是翻拍难度是挺大的二水月洞天由于补、杨俊逸、蔡绍粉、陈法荣、张进等主演,这部剧是围绕三个家族五百年的音乐门展开,这部剧是非常经典,当年的收视率是很好,至今也是没人敢翻拍这部剧三。 《小李飞刀》是由焦恩俊、胡金、肖强等人主演,是改编自古龙同名武侠小说《李寻魂》这个角色,实感是被焦恩俊饰演得太好了,感觉他咋就是同一个人一样,这个角色是很难超越。 四,《武林外传》不是那部喜剧《武林外传》,而是王燕和张燕主演的《武林外传》。 当年王燕在剧中不知道,是惊艳到多少人了,剧中的角色和经典是很难超越,至今也是没人敢翻拍,无人敢翻拍的四部经典剧。 网友,翻拍了可能会被吐槽不成型。 《武林外传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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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